金律標章 婚禮最讚 我們對金律標章 未來還是有很多情趣的 它除了可以提送我們的農產品的一個性效之外 我們也希望說它可以協助我們農民在銷售的部分 是比較多的部分可以給我們多一些幫忙來支助 就是說我希望未來的金律標章在升級之後 可以成立一個雲林縣專屬的銷售平台 政府對農業的福律幫助當然面向非常人廣 那其中市場就想要協助我們的農民、農產品 可以建議自己的品牌 可以讓農產品在社會上、市場上 頂到消費者的運動、困難 這次政府必須要協助農民 大家來留意的地方 所以他們處理在兩年前 我們福律官政府開始建議金律標章 認證這個辦法的地方 實際以來 我們成果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 我們福律官的農產品 跟金律雙標章 也得到市場的一個肯定的地方 這打出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因爲實安的問題 是越來越少的地方 不但是說台湾的問題 它才是轉世界的地方問題 就對了 如果我們是一塊 它實現的安全一塊 如果我們建議 我們會信用更多的地方 這樣 我們的產品的競爭 當然就會提高精華 所以說在原來所奠定的 這個金銀雙標章認證的基礎上 但是屬於要從建議會來分析 今天我們發表就是 金律標章2.0版 就等於要再更擴大辦理 這個金律標章的認證與驗證的工作 所以我們這一次 就希望藉由這個記者會 能夠把這些農民朋友 很好的產品回廣出來 那金標章其實要做到的等級 是要到有機驗證通過值之外 那整個的我們還會做加強 查驗的部分 那另外如果是 旭產品跟水產品 除了有產銷、履歷驗證之外 它整個 它的藥物是要領檢除 也就是生產跟養殖過程 就是不用藥物 所以這樣子 才能夠達到金標章的標準 那另外 綠標章的部分 就是要達到國家安全用藥的標準 就是能夠脫綠標章 但是當中 我們在整個的計畫的工作 就是要加強集合 跟加強抽驗的部分 所以做一個整個安全管理的系統 那也 當中也 指導農民 能夠 開始把這個金域標章 當作整個雲林縣 農產共同的品牌 來加強 讓我們把雲林優質的農產品 賣給消費者 所以這是我們金域標章很重要的目的 是 是